今天抓局呢 他是抓到了111公斤 比第二名选手啊 整整高了14公斤 一浪选手侯赛尼 他的抓局开把重量是93公斤 这比原定的开把啊 高了3公斤 原定的是90开 投赛尼今天的抓局呢是78公斤 这个93的开把啊 我们看下一个开把重量是107 这也是要他 因为是三把连续试局 这个选手在今天场上 70选手当中啊 年龄是最大的 88年纪 我也是16号出身的 但是成绩是最低的 但是应该说 作为伊朗的举重女性运动员的代表啊 他的出现也是有了特殊的这种历史意义的 并不是在意他的成绩高低 而是作为伊朗女性运动员 参与举重这项运动员的 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赛场上 所以成绩并不高 但是意义重大 特别是为了照顾他们参赛啊 因为他们这个信仰 还有这种遮装的 周童的一贯 所以在过去啊 就是13年以前国际举联要求 无论是男运动员还是女运动员 你是不允许穿这种长袖的 长腿的这种布装的 就是为了要把这个膝关节和这个肘关节都要露出来 因为肘关节露出来的是要平叛你上颤的时候啊 有没有发生这种肘部屈身 那么膝关节露出来的时候 也是为了更清楚的观察 在去肘接铃上松的过程当中 因为肘关节是不能触碰其他身体和部位的 一旦这个翻铃的时候 碰了大腿 也是要被判失误 但是后来呢 就是在这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改 为了让更多的像伊朗女性女员这样的选手 能够参加举动比赛 就是说现在允许 你可以穿这种长袖的 这种长腿的运动服 但是必须是紧身的 这后场的林欣欣 还在休息 没有开始做热身的 他今天的停举开靶是130凯 那么第二高的是120 越南的阮世文 这样的话很有可能啊 他得等阮世文做到第三把的时候 他才有可能出现 那还得看阮世文 三把之后能不能加到130 否则的话 他又是一个人的连续试局 好 我们来看侯塞尼 第二次试局 93这个重量 我来看侯塞尼 看一看他的第三把加多少 现在生成的这个94是电脑自动生成的 就是哈萨克斯坦的教练在给这个斯泰雅恩克 4号是斯泰雅恩克来提交重量 改重量了 就是斯泰雅恩克把开把又改了 107改成110开了 我们的主持人在场上 去设计者到98公斤 高力重量增加到了 哈萨克斯坦的最后一把药到了98公斤 哇 真好可惜 我吓人 比赛当中这红片是25公斤 绿片是10公斤 那么相同颜色的小片呢 是大片的重量的十分之一 这刚刚开始走表啊 超红片是98公斤 一号伊朗投帅营 第三次是 二号 朝鲜选手林荫兴 依然还没有开始做热身 在去年的实际赛上 他当时是参加的64 这个奥运级别的比赛 获得了第二名 当时输给我们的张伟利 时间还剩了不少呢 还有一分十几秒呢 这选手上送还不错啊 个儿很高 胳膊也长 送得很稳 送得很高 这样的话他也第一个完成了自己的比赛 抓78 停98 总成绩176 港铃重量增加到110公斤 好 现在杠铃重量要加到110公斤了 110公斤 叙利亚的选手纳希尔 纳希尔在今天的抓举当中是抓到了85公斤 排在第六 港铃重量110公斤 2号 叙利亚曾获得2015阿拉伯举重水标在第20名的纳希尔第一次 还好不用他不用这个斯特亚恩克也是一样的 这也是场上年龄最小的运动员 98年的10月16号出生的 我们看他的右手腕上纹了一个太极的阴阳鱼的这个图案 成功 感受重量110公斤 来看纳西尔第二次冲击110公斤这个重量 那是以前的69这个级别比赛的时候 停举最好是起来过108 那么在75这个公斤级比赛的时候呢 是起来过115 今天拿这个110 作为现在71这个级别的开把重量 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连续两把 这把是上线的高度不够 第一把是没有翻起来 这回要连续试局了 因为下一个重量已经到了115了 哈萨克斯坦的比科娃第一把 哈萨克斯坦的比科娃第一把 115 可以 不太清楚选手在后场的热身做的怎么样 不过说真话 这个7个人的比赛 这个热身确实是不太好做 这个比赛当中啊 选手在后场做热身 他是有一定的把数的 通过一定的把数 把这个重量做到自己 合适这个出场重量 7个人的话 特别是靠前的这些选手 他的时间就很紧凑 如果说做得很匆忙的话 确实会影响自己在场上的这种发挥 因为热身做少了 做不够 做不开 曾经不行 做多的消耗大 那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 你怎么去掌握在7个人比赛的情况下的后场热身节奏 这是很关键的 很有可能的情况就是说 这个他在后场的热身啊 打比方说要做够12把或者14把 他根本就做不到 这个时间不够用 那么热身不充分 那么台上的话 这个表现 增加到113公斤 6号日本 6号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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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号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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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的试语赛 他参加这个级别的教练 当时是总成绩获得的第14名 停举挺到了117 今天113开把成功 应该也不会差 请加工员将军台上加到114公斤 第二把要到了115 只加了两公斤 这样的话哈萨克坦的斯泰恩克要先举 斯泰恩克已经早就到了台口 我看我们的家众人啊 有在加钢铃片的 有用纸擦一擦这个 提供台下面埋着的这个摄像头的 因为选手们有时候举的时候 这个手中的这个眉粉啊 最后会飘落下来 落在这个玻璃面上 厂商高流重量115公斤 6号日本光刚爱 4号哈萨克斯坦 斯泰雅恩克第26号准备 谢谢大家 还是一段小辣车 这个容易招致红灯 还好三盏白灯 他这个没有说是一把上去之后 狠狠地就定 肘关节这总有抖动 你看仲裁叫停比赛了 就是还是自己这有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 左肘确实有 只不过这幅度非常的小 但是我们也多次讲过 这个不是管你幅度大小 角度大小的问题 就是说有还是没有的问题 再狠一点 送上去之后 这胳膊肘收紧了 就不会有这问题了 所以刚才尽管在 没有出结果的时候 他这个动作一出 还是有点瑕疵的 加了一公斤 加了一公斤是不想连续试局 这样的话 哈斯克坦的另外一位选手 比克瓦要先出场了 请让人中央加到116公斤 比克瓦116公斤的开把 我们看刚才这个被判失败的这个 斯泰恩克还不是只加了一公斤 加116他加了117 其实这种情况下确实可以就是 干脆就拿那一把115当成功了又 当然这种情况下确实是你对下一个要的第三把重量 要有绝对的把握 否则的话就是一个总成绩的损失 给克瓦116公斤 高分重量116公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现在出场的日本选手 光刚爱丽 他的第二把 116公斤 日本队的其他队员 在看台上给自己队友加油做 确实挺有意思 不像是其他的观众 整齐笑 特别像我们的观众 喊了整齐华裔的这种口号 加油都为 他们各喊各的 虽然我听不懂日语吧 但是我听着好像 他们喊的话还都不一样 116成功 这样的话现在总成绩达到了213 目前战略第一 117公斤 表面分量 增长到117公斤 我们看越南选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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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他就这把先是 把自己这个 停举的名次再往前提一下 现在没有考虑总成绩第二的问题 如果考虑总成绩第二的话 你加到123 看来这么考虑是对的 因为自己的能力在这 加213的话恐怕更难 越南选手最后一把直接要了个130 他要这个130 他首先是第一要逼着比克娃连续试举 先把比克娃这最后一把让他举了 但是是不是真拿这个重量去挤着 朝鲜的林一新先出场 未必 而且他也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他现在已经是排在了 停举和总成绩的第一位上 但是真正的实力呢 他又比不过林一新 所以我估计啊 这个比克娃举完这把122之后 他的那个130肯定要降下来 大概降到 124 125 这个样子 好我们来看一下比克娃的第三把 这把很关键啊 只要起来就能够确保 停举和总成绩 能够拿到奖牌 没有了 这样的话 林一新只要出来举一把 就把他挤到第四去了 这把他挤到第四肯定要降下来 搞定度量 增加到130公斤 哦 这个 管世文不降了 曾获得2018年 亚加拿亚游会冠军 不过也可以 这个 哪怕他就是这个130 他真是上去拉一下 反正他 停举和总成绩 至少也都是银牌 是确保的 阮世文的130 第三把没有降 那么 林一新要出场 这把只要一起来 这个 总成绩的冠军就 到手了 因为抓举当中 优势太大 领先第二名 14公斤的优势 你朝起来的选手啊 上送确实是非常好 成功 一百三这个重量啊 今天对他来讲 是太轻松了 因为 去年的市井赛 今年的举重世界杯 他都是在这个 六十四这个级别当中比赛 就已经起来过 一百三 一百三十四 去年的压运会 他在六十九 这个级别比赛 当时停起来的成绩是 一百三十七 听到第二把要到了一百三十六 那这样的话 越南选手没有出场 第三把果然弃拳了 才没有必要再真的上台 这也是他第一次在七十一公斤级 这个级别比赛 刚才给大家也说了 去年的压运会他是参加69的比赛 夺得冠军 当时挺到了一百三十七 抓109挺137 总成绩二百四十六 这已经差了25公斤了 他还剩最后两把 所以他选择这次亚锦赛来到71这个Fail级别来拿几分 确实是很聪明 136公斤 136公斤 required yo one 好 哎呜 好 過了 直接 你怎么扯得要する 你怎么给你 林欣曾在2018年的雅加大亚游巳中获入惯 看根本的教练这么嗨的真是 好 我们来看一下林一新第三次试局 我们看上宋啊 要送的高一点 狠一点 没有了 这样的话 最终他是 以抓取111公斤 挺取130公斤 总成绩241公斤 获得了抓挺总的三枚金牌 越南选手阮士文是 获得了抓取的第三 挺取的第二 和总成绩的银牌 日本选手 光刚爱丽 是获得了抓取的银牌 挺取的银牌 和总成绩的银牌 好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这场比赛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看 再见 thrilled to see you ob農赂 第一次 neste 对 ton 你 uncertainty 对 过伞 decision 不 突 影片 玩